太極門的稅務冤案跟刑事冤案 我想不只是台灣社會 甚至是放遠全世界 大家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是一件無中生有 政府所整肅出來的政治冤案跟稅務假案 就獨獨中區國稅局跟行政執行署 裝聾作啞 可恨自己 眼中只有績笑 心裡只有獎金 沒有公益 不變是非 明知是冤案 明知是假案 明知是無中生有捏作出來的稅單 他還吞得下去 吃得下去 這是什麼政府 這個是拿刀叉 吃人肉的槍盜政府啊 今天在談轉型正義 一面說要去平反威權時代的時候 所受到迫害的這些 不當被政治審判的這些受害者 結果你今天 還拿著這種 王法裁判 爛權合格的稅單 在搶奪人民的財產 在製造稅務冤案 這不是互相矛盾嗎 這不是說一套做一套嗎 太極門的稅務冤案 如果沒有全部平反 台灣的轉型正義 就是在空轉 就是在講笑話 就是在欺騙人民 就是在冷笑話 從今天起 我們所有太極門弟子 所有1219行動聯盟 所有法社改革聯盟 跟這些違法的官員 怎麼樣 周旋到底啊 周旋到底 不歡聖地 事不罷休 啊